联合报日前独家披露金门中正国小富台毕业旅行一次食物中毒案 金门县卫生局今天表示病患的减体结果出炉 虽然三名病患的减体在诺罗病毒等项目呈阴性 但餐厅有四名除工一次染诺罗病毒 全案不排除是诺罗病毒感染 因案发餐厅在桃园市 后续将由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接手调查 金门中正国小200多位师生于上月8日赴台展开三天二夜毕业旅行 师生接于11月8日在桃园魔火锅餐厅进食后 发生腹泻等肠胃道症状 针对该团圆旅游用餐地点 金门县卫生局接获金门医院通报后 随即通报新北市政府及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共同进行疫情调查工作 金门医院分别于11月11至13日 送宴三名病患检体 金疾病管制处实验室检测或乱 沙门市菌 港菌性利极 金黄色葡萄球菌 长颜胡菌 肠道出血性大肠 感菌感染症 先人掌感菌 轮状病毒及诺罗病毒等项目 检体皆成阴性 而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于11月13日裁检 该火锅餐厅环境检体 也呈阴性反应 但分别于11月17及21日裁检 10名餐厅除工检验 结果其中有4名除工 诺罗病毒呈现阳性反应 初步研判不排除是诺罗病毒感染 感染原因将由发生地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认定 学生家长陈小姐说希望校方能协助跟旅行社求偿 包括因食物中毒导致行旅程缩短损失 与因食物中毒期间的身体不是权益受损 形成缩短团肺损失等稍微抚慰一下病患的心情 对此中正国小校长张博越表示 将以校方为窗口协助向旅行社求偿 金门中正国小上月碧履传出学生上吐下泻疫情 今天卫生局表示不排除是诺罗病毒感染 记者蔡佳珍摄影分享